我們那個大巨蛋分三個來考量 第一個是整個大巨蛋的設計 因為後來發現裡面要裝四萬多人 到底要怎麼擅長 特別是如果遇到緊急事故要怎麼擅長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要求交通局這個要有一個清楚的規劃 另外就是說如果要擅長的時候 其實緊急的時候也不會走地下道 應該還是從路面疏散 所以我們在想說那條地下道 如果只是為了要四大運進場退場 我寧可封路四五分鐘 讓選手進場跟退場 而不需要去挖哪條地下道 所以這條地下道現在看起來不是那麼緊急 長期要怎麼整個大巨蛋交通怎麼疏散 我還是要有交通局還是要一個詳細的規劃 會不會當時有違約的問題 我想是這樣 公共安全是 當然是這樣政策上有連續性 你現在如果問我說大巨蛋蓋在哪個地方 如果我們用現在的角度來看 我是反對的 但是都蓋都蓋了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做散後的問題 所以是這樣 能夠不簽署就不要簽署 能夠不要蓋地下道就不要蓋 這個也是減少一些跟負數團體的增值 又蓋火 Mo horn 5秒 護冰 收賣 認為 な